今天的題目就是 哪些星座最見色望有 登登 第三名就是我們的 金牛座 金牛座 重朋友 更重感情 在感情方面呢 就是金牛座只要一旦的認定了對方 它就會像是開啟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它就是把它當成自己的未來的伴侶 未來的 很重要的意思 會把另外一半放在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幾乎會把所有的時間跟金錢呢 都花在對方身上 那朋友的邀約 它自然而然就會婉拒了 因為它希望可以時時的 時時刻刻都可以陪伴在對方的身邊 接下來呢 第二名 老師請揭曉 就是我們的 第二名巨蟹座 巨蟹座是一個相當重視家庭的水象星座 對 就是它一旦戀愛了 就會把對方視為家庭的對象 保護好好的 然後誰都無法侵犯到它 然後天生信蟻的它們 它們的佔有欲其實非常的強 因為你們都知道 巨蟹座佔有欲強喔 巨蟹座是一個很情感的動物 然後很情感的人 你想想講情色 嚇死我了 還沒 12點了 情感 他們從找到完都會想著自己喜歡的人的事情 關於他們自己喜歡的人 就算跟朋友聚在一起 它會一直講另外一半 講到就是 你想揍它吧 連朋友都想要翻它白眼 它還在題 然後完全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重色親友的星座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公布的是第一名了 第一名是什麼星座 見色忘有的第一名 第一名 剛剛好像很少人講到 是天蠍座 天蠍座 天蠍座 天蠍座另一半就是自己的一切了 沒錯 敢愛敢恨的天蠍座 他天生嫉妒心就是非常的強烈 就算帶著戀人跟朋友一起出去 只要看到對方跟自己的男朋友 太親近的話就會吃非醋 就不管他是朋友還是怎麼樣 只要靠近自己的另外一半 他就會很生氣 這麼扯 所以他寧願自己一整天跟另外一半綁在一起 所以談起戀愛的他們不僅僅是朋友 找不到他們 可能連家人都很難連 就是 約到他們都很難 真的太扯了 對 他們就像是人間燈發一樣 對 對 對 by bwd6